2019年澳門國際龍舟賽6月1日 在南灣湖水上活動中心熱蘭開賽 首個比賽日進行了四個組別的200米比賽 分別是澳門大學生小龍賽公開組 公共機構小龍組小龍賽雷子組及小龍賽公開組 現場共進行了包括複賽、半準決賽、準決賽、總決賽等共47場賽事 在賽場上比賽的隊伍展開激烈的角族 而在官組席的啦啦隊都很努力幫參賽隊伍打氣 消防局成為首日比賽的大贏家 同時奪得公共機構組及公開組的冠軍 澳門大學及澳門青少年發展協會則分別奪得 大學生公開組及女子組的冠軍 澳門青少年發展協會拖手吳子欣在賽後表示 隊伍今年是第五年參賽 但首次在小龍組不得透籌 我們都參加了五年 但我們今年是第一年在澳門國際龍洲賽 小龍入面取冠軍 改寫了我們協會入面五年來的歷史 我們會就用會名 但其實我們入面大多數都是澳門代表隊 所以我們的教練都是跟澳門龍洲總會安排的教練去做 所以我們之前練習都一直都有一個專業教練去跟進我們 今年的賽事由體育局及中國澳門龍洲總會主辦 將於六月二日及七日再進行兩日的賽事 喜歡體育經濟運動的觀眾朋友 記得要去現場感受一下傳統節日的熱鬧氣氛啦 Big復集約 Big復集約